全部啊 全部啊 90岁的高龄了 陈春常抱起一大碟报纸 动作依旧俐落 这天是蒙洛维亚的环保日 一大早环保站就热闹滚滚 三十几个老菩萨认真的铺碟报纸 他们的用心藏在细节里 像捆绑的绳子一用三十几年 对齐的边框也是修屋 剩下的木材手工特质 我做的啊 你做的啊 我头前的我头前的做的啊 有二三十年老婆 我做的我就轻啊 这是做不去买的 这有啊 就七十年去接回去 没想到买我们房子 我做的 做二三十年老婆 他是被道家昵称为干爹的志工 陈春常 从1989年加入慈祭后 就不曾从志工的身份中退休 我都怀疑做买的志工啊 有啊 师傅说有做的都有点啊 没有做没什么机会的人做 我几个了 久也有时间让我做 所以要秀的时间啊 没有啊 另外一位环保站之宝 是年纪更长的蔡阿嬷 环保站也听他说说没做梦 我从我们蔡主婦两个说 我们两个来做 我才开始 九十二岁的他在环保站当主厨 三年多来从没缺席 甚至还以高龄考取了厨师征兆 在这小小的环保站里 年龄不是问题 疾病也不是阻力 每位老菩萨都用他们布满 岁月痕迹的双手 为地球尽一己之力 大约新闻之串美志工 林芳一沉静点叶静红 美国报道